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插播最新的讯息 其实今天早上特征组到宝来去救训 陈志忠跟黄瑞靖 只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愿不愿意 这个同意 这个瑞士的七亿会回台湾 而特征组表示 在训问的过程当中 问到陈志忠这个问题 陈志忠说他没办法决定 要去隔壁房间问一下他妈 于是他就去隔壁问了他妈 回来就说那可以签 一个问题 那中间的这个转折 目前了解的状况是这样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几天陆陆续续 这个特征组在放人 不过昨天吴锦帽被征训了很久 最后没有释放 今天又约谈了他的妻子 跟这个儿子一起来 是不是今天也准备 要放这个吴锦帽 那我们之前也一直比较说 到底怎么放人 跟目前手中侦办的案情 巩固的程度 应该是有关系 这个被羁押了42天的余政宪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直都没等到他 虽然他昨天也被借题 他的律师说呢 余政宪知道大家都走了之后 非常的焦躁 了解到整个社会的这个氛围 那么所以当时被羁押 感觉他还比较沉稳 还有一点可以 至少他暂时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最近因为知道 这个林德逊 蔡明哲 李介木 像李介木 他自己都承认他有拿钱 那像这么明确的 这么重大的这个犯罪 犯罪嫌疑人都已经出去了 所以他现在呢 就会变成比较焦躁 比较不安 所以他现在呢 心情感觉上是比较急着要出来 那我们也已经前后呢 替他呢 替了三次的这个聚保停止积压 那么我们也很期待呢 最近呢 法院能够对于这个聚保停止积压呢 能够有一个对被告有利的这个回应 律师说他递了这个三次的停止积压 当然都没效 那几个被放出来 都是检察官申请停止积压才会有效 余正先生不满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有收钱耶 有收钱的人把钱汇回来 那都可以出去了 我是没收钱的人 我没收钱的 为什么还压在里面 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刚才讲的 因为昨天我就预演这个 吴景茂一定还压 因为你讲的嘛 就是特征组申请停止积压的 马上准 那当事人申请的 毅力不准 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了 也许你再多等几天 但是那个余正县那个道理 律师的那个道理不通的 你觉得哪钱最比较重 不一定 余正县没有耍花样 没有点头的话 你们哪里拿得到钱 哪钱是下游产业 他这个部长在上面的是上游产业 上游产业的严重性 又比下面收钱的重要 余正县是台北地检组压的 对 他是北检压的 北检压的 所以他怪特征组是不对的 这个都没有关系 其实吴景茂 昨天如果说 他讲的很 该交代 都有交代的话 我想他也可能会出来 就是应该他要交代的部分 还是不会 坚不吐实 还是没有 坚不吐实就是你讲的 你最近很会讲 坚不吐实的结果就是反压 对不对 余正县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态度就是态度的问题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讲余正县 还有那个 那个吴景茂 还有一个陈振慧的 这三个是很不容易投降的 陈振慧是第一个翻出来的 对 陈振慧后来投降 因为他信基督教的 你猜错我一定要提醒你 他也是压很久 他也是压很久 他57天 他已经快要到压期限 差三天而已 我觉得余正县跟吴景茂 一个是自己的哥哥 那余正县 一个自己的弟弟 他关系太亲密了 这两个不容易崩盘的 那他的律师应该劝他说 你不要焦躁 你跟吴淑珍的关系 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林德逊 陈振慧 蔡明哲放出来 跟你 跟吴淑珍交情 完全不同 因为现在放出来碰到吴淑珍 都是叫陶振牛 那那个余正县是 那个时候他选上立委 他 他 除了是他推手 他每一次碰到吴淑珍 叫姬呀 姬呀 姬呀 对 所以我就说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弟弟 所以这两个人没有放 到目前为止 不吐实的可能性质很高 不过吴淑珍 之前虽然讲说 要杀了这个蔡明哲 说他这个拿着他的特助名片 这个到处都乱跑 那蔡明哲交保这300万 应该不是他愁的 不过呢 听说陈振会跟林德讯呢 即将要被交保的时候 他就去通知他家人 说没关系没关系 交保多少钱 我们来出 那最后林德讯的20万的 这个交保的费用 果然是扁办出的 所以接下来 林德讯跟陈振会过没两天 又要回扁办去上班了吗 主持人如果资金被冻结的话 你还会有那个赢金吗 20万而已 没有 我把你冻结当时也包括了 所以我说办案 办得乱七八糟就是这样子 余政宪如同刚刚刘一红讲 他是被北柬收押的 那为什么不交保 我跟他讲 就是说进去的这一个念头 就是你怎么骂我没关系 你起诉我没关系 你让我出来就对了 我冠心跟你打 因为特征主没法输了 因为你输了 你都跟你押上 他就是要给你提示 你跟北柬也没什么好讲的 那我为什么骂特征主 第一个 他把北柬的估重量的案子 都给他牵过来 干嘛 他面子也要理直 第二个 他希望台北地柬 起诉南港的时候 同一天 同一天 你不要比我早 也不要比我晚了 我们同一天起诉 第三个 在南港展览馆里面的 这个被告之一叫吴淑贞 给我 他等着我要 给我 他就丢脸丢死了 那明明就是北柬 就是还没开始去动 陈水扁这案子的时候 郭全庆就被押进去了 郭全庆是9月10号就被收押了 比陈正会还早 现在现在更想 我说吴淑贞给我 吴淑贞为什么要给你 我估重量为什么要给你 当然啦 这个台北地柬 办估重量 办了老半天也起诉不了 估重量 我是完全看不懂 但是台北地柬 办南港展览馆的案子 为什么要同一天 那为什么要把吴淑贞 送给特征组 给他起诉 还有 我们今天刚前面谈的 为什么要把钱汇回来 为什么 要做给各位看 我不客气讲 就是骗大家 你说你看到吗 你也说一大堆 钱有回来 然后被告名单 洋洋沙沙沙什么的 演个戏给你看 然后演得漂亮就对了 大家看清楚 其实这个都是什么 我来看 这些都是花招 我跟回问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扁办帮他们交保出钱 是应该的 这是起码的江湖道义 没有阿北 他们两个也不会进去 对他以后的官司有帮助 有帮助 想太远了 有什么帮助 想太远了 你怎么知道他以后到院方不会翻供 会不会翻供 翻供 就是内行的 20万就 20万就 郭市里面翻供 你虽然在特政主那边讲我这样子 但是我到时讲说 现在是在咬他以后可以翻供 对啊 就压人取供 你压人取供 你那时候又用不正当的方法信问我 所以我怎么样 那你 我给你交保出来 还在我这里上班 给你够好多好多 以后我们到院方去的时候 大家好商量 在那时候你反正出来了嘛 那这样子陈水扁更不能出来啦 出来又要串供 或是下指导棋 翻供 我刚刚义后讲 翻供的比例高得吓死人啦 那个是没有正式的 那高得吓死人啦 就这样行求啦 逼供啦 然后出来陈水扁出来之后 就像这样子 翻供很多啊 那这样子的法官怎么判 就是他以前这样子讲 现在又翻供 那法官就这样 法官就看相信哪一边就对了 好不过我先问美玉 你觉得林德逊跟陈正慧 会不会回扁办去上班 我觉得陈正慧比较不可能 因为他那天就消失了 大概找不到他 而且他是五宝 人家是五宝开示 所以我想他是 而且他就是非常虔诚的 长老教会的信徒 长老教会今天帮陈水扁祈祷 但是没关系 每一个人想 现在好像他们信的上帝 不是同一个人一样 主持人的言论 跟来宾真的没关系 是空心的啊 他现在陈正慧他应该是说 已经庆幸了 林德逊呢 他对着他自己 林德逊比较奇怪 林德逊那几十万 他欠二十万的临姐 会不会回去 你想 我觉得 要是我 我不会回去 我跟你说 他第一天风修 他哽咽 他想到他叫心装兵 他的孩子还小 二十万 趁在来轻轻的 就行义的一刀两断 我认为他不会回去 你认为他不会回去 我认为都会回去啦 两个都会回去 我跟你讲 你那个扁办的阵容 还是要一字排开啦 不能找一个 我认为翻供的可能性非常大啦 一定会翻供 你不翻供 除非啦 不要忘了 林德逊跟陈正慧被收押的罪名 是什么 都不是轻罪 都是七年十年的罪 重罪 轻占公有财物 你特朗主讲 出手出这么长 我说实在话 当初陈瑞仁在办那个 要单据的部分 只起诉陈正慧他们 伪造文书而已 你现在不是 你是起诉人家 对 你还没 你是办人家贪污之罪条例 我觉得太超过了 好 我再见广告